无视防御才是游戏中最强的状态 而游戏中有两种状态可以无视防御的效果 第一种叫破阵 第二种叫叛逃 破阵是给自己施加破阵状态 无视敌人的统帅和治理 叛逃是对敌人施加叛逃效果 敌人行动时会造成无视防御的伤害 第一个就是攀凤的无双上将效果 触发后就可以获得破阵 游戏中就经常有玩家去用攀凤组队和敌人打架 不论是真爱还是说恶搞都不得不承认 无双上将的这个破阵效果是让他能上场最大的理由 为什么他的战法只有25%发动率 就是因为破阵效果太强 策划不得不去削弱他 如果他要是达到35%甚至45% 那他绝对就是五星的水平了 然后就是孙权和许楚 他们在战斗中都有概率获得破阵效果 触发之后是很强的 比如孙权有的时候一次普攻就能打出13000伤害 那就是因为触发了破阵 许楚的破阵获得比较麻烦 必须要击杀一个目标之后才能获得破阵效果 一旦获得就持续到战斗结束 这一点是比较强的 兵书科技还有装备这些 兵书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学习 第二回合获得65%的破阵效果 相对其他来说这是最稳定 也是最容易获得的 然后就是枪兵营在第三回合让单体获得破阵 这个是随机的 无法控制 张飞的熊猎效果以前比较难获得 现在有了这个霍布商店之后是有概率获得的 通常来说有熊猎的张飞 在爆发的时候会非常的强 经常在第二回合和刚用无前直接就爆发秒人 再说一下由叛逃造成的无视防御效果 朱骏首先是最强的一个 他在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会让敌人释放镇压黄金 这个效果就是一个无视防御的 刮骑经常用的就是说一个3000兵力到5000兵力的朱骏 去碰瓷敌人 运气好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 然后呢就是成玉 他在第二段伤害的时候释放叛逃效果 持续两回合 总计能打出296%的无视防御伤害 缺点呢是他的概率比较的低 只有35% 戴上白煤或者太平道法或者三十镇 才能让他提高一下这个伤害 第三个就是吕灵起 他的叛逃只有命中敌军的主将才能触发 所以说不算太稳定 建议玩吕灵起的时候用百战加速战兵数 提高他24速度和3%的发动概率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最后呢是成功 他在描述上是使敌人产生逃兵 看似和其他的有点一样 但实际上他不是释放到人的身上 他是直接产生伤害 所以敌人也无法清除他这个状态 成玉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概率只有70% 像姜维啊或者其他人都是百分之百概率出发 他70%那就很尴尬了 有时候那前两回合 前三回合不发动 那都是经常事 所以现在这个成功被大部分玩家打入冷宫了 就是因为他不够稳定 一望一望都一望 随我的节奏要到 摇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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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已若现得微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